哈喽大家 今年的过年过得怎么样 今天的内容比较简单 就是记录一下我的一个上色的过程 这期视频主打一个唠嗑像 跟你们说一下在我们广东这边的一个传统 就是过节的一个传统 然后再给你们看一下我的这个上色的过程 就是为什么我突然间会说我这边的传统 因为我跟小妮分享我的过年的一些该干的事的时候 我发现是非常非常不一样的 就是他们那边的习俗 我是不知道的 但是我们这边的习俗对他们来说也是很新鲜的 就是就是我一开始以为是全国统一的东西 没想到是我们广东独有的 放大一点吧 这样你们能够看得更清晰一点 对不对 我们这边 我说一些比较常见的 就是比较比较的多见的 就是会在除夕的时候去洗香茅水的澡 这个听起来有点荒谬 就是怎么说呢 在我们这边就觉得你洗的这个澡 你就会剃血 然后你在新的一年里面就会更加不容易遇到小人 然后做事情更加顺利 反正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寓意 就是用香茅的叶子 然后柚子皮 柚子的叶子 然后还有橘子的叶子 还有各种各样的叶子 来把它给包水去洗澡 然后就起到一个避泻的作用 我觉得这个还是蛮好的 因为你洗完之后你的身上就会有一股香茅的味道 喜欢中草药的宝贝们可能会很喜欢这个味道 因为它确实非常好闻 然后就是关于我们的年货 我们的年货不送那种 有了没了 我们最多最多最多送的 就是徐福记的糖果 还有自己家做的年糕 对我们会送这些东西 然后买一些豪士啊 冬菇啊 大枣啊 鱿鱼啊 肉干啊 这种东西去送 还有水果啊 什么 如果家里面会有那种小孩子嘛 如果家里面有小孩子的话 我们会送那个旺旺大礼包 然后小时候我最喜欢 那个亲戚送我们旺旺大礼包 然后我就会来年 我非常爱这个亲戚 我就会超级无敌爱他 就是谁谁给我送 我就爱谁 然后今年就对他念念不忘 就会一直记得 哦 他是给我送过旺旺大礼包的人 对于小时候的我来说 旺旺大礼包真的太爱了 太爱了 真的 就是比那个什么牛奶啊 什么的好好的不要太多 然后我们 今年回家 去看望外婆的时候 我妈妈是送了人生啊 还有一些药材啊 东崇夏草啊 什么之类的 燕窝花椒什么的 就是送好年人的话 我们会送这些东西 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这样子 大家也可以在评论区 或者弹幕里面分享一下 自己过年的时候的一些经历 今年过年完成了一个超大的愿望 就是回村里面放烟花 因为你们也知道 就是在广州 它是一个比较 比较城市化的一个地方 我只能去我外婆那边比较村一点的地方去放烟花 不然的话在郊区里面 它是不可以然放烟花的 但是有一个非常好的好处就是 我们家是在江边的 就是可以在江边前放一些烟花 然后我就会去凑热闹 但是还是不急农村那边放烟花 要更绚烂一些 还是喜欢回农村 菜叶子菜叶子 我发现这几年的年味有在变农 我不知道你们那边是不是这样子 可能是因为疫情这一段期间 人们在家里面关的有点那啥了 就是就是关的有点 然后就现在就放肆的玩开了 就是真真正正的享受当下了 我发现这样子的生活态度 在这一年会比较的多见一点 我觉得这种现象是非常非常好的 就是更多的年轻人参与到传统的节日的氛围当中去 然后就会每一个人都会很开心 老年人也会很开心 小孩子也会很开心 你们看一下我这支笔 这支笔真的好好用 好好看 它后面还有一个金属的 这个好好用 好好用哦 就会有很多很多很多小伙伴 过来问我这支笔是哪里买的 不好意思啊各位 这支笔是我自己去定制的 连那个木头的杆杆都是我金票细选的颜色 不好意思哦 没得卖 又掉你们胃口了 但是真的超爱好吧 这盒是一个肥牛 虽然说我没有吃 因为我不喜欢吃肉 但是我家里人很喜欢吃 买了三盒还是多少盒 全部嘎嘎给他们炫光了 我觉得是好吃的吧 不然他们为什么会买这么多来吃呢 所以还是把它比划上去 还有就是很重要的一个知识点 给你们普及一下 就是在广东 那个对联呢 它是跟别的省份的不一样 有一个非常不一样的点 就是这个对联上面有一个白色的 我放张图片在这吧 就是有一个白色的一个小边边 这个小边边不是为了给你贴对联的时候很好看 或者说给你方便贴对联 而是这个是之前的一个劣势 就是在广州打日本鬼子 然后临近过年了 还有十天就过年 但是还是被日本鬼子给侵略了 就不得不去打仗 然后死了很多人 然后因为是在广东的嘛 然后也是那个军师 那个部队的军师是罗定人 所以说在广东这边为了纪念他们的这个事件 所以说就把这个白头给留下来了 作为一个 作为一个最劣势的 所以说还是要不能忘记历史 要很看重我们祖先为我们付出的一切 我们才有冰天 这个麦克塔听真的很好用 很好用很好用 好用到我都说腻了 在视频中已经出现很多很多次了 我一直在用它最近 然后它还是毫发无损 它几乎好像是全新的 我给你们看一下 你们看这个蘸色料 除了颜色有点染色以外 它真的就是平溜溜的 几乎还是全新的 真的很耐用 怎么会有颜料这么耐用 我还说到时候用完了买2ml的 但是我现在想想 我可能这辈子用不完1ml 打冰了 我们这边 做的最多的就是打边卢 这个是油 酸油 这个是酱油 广东人真的很喜欢打边卢 团圆了 打边卢就会更爽 因为人多有气氛 非常非常简单的 一个小话就要完成了 但是呢 我们还是要加上影子 在周边写一些文字 什么字 这影子颜色调的很好看 我很喜欢 我以为忘了想念 对面对西洋 准备画完 准备画完 然后待会我去私底下吧 颜色一 嘿 文字一补 就给你们过来交差看一下它的一个成品 好 OK 这个就是一个上色的过程 稍微稍微 稍微的把字体给写了一下 凑定的给大家看看吧 这个是写错了一个字 没有图改叶了 就直接拿高光笔给它打了一个底 然后再上了一个 写错了一个字 然后就是 这个也给大家看一下吧 是用荧光的水彩颜料画的 这个我觉得还是挺满意的 有一种真的实在放映画的感觉 然后用圆珠笔写了一下这个大年初一的一个字体 然后把这些菜啊什么的都记录了一遍 OK 然后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记录啦 希望你们能够在新的一年里面 辉煌腾达 越来越好 画画也越来越棒 加油 你们是最棒的 拜拜 我是我是下期视频再见 爱你们新的一年 一定也要好好的过 拜拜 走走走